投資高五行ETF 少賺一千五百萬 005 6 0 8 7 8 0 9 1 9 0 9 9 0 9 4 0 0 7 1 3 大家都講好 ETF就是一個很好的標的 大家到底敢不敢買 在最好的時間點 適度的去逢高獲利出今ETF 可能會很重要 賣出喔 是不錯喔 是有酪梨般的笑容 你淺淺的微笑 就像我梅子講 太油了啦 這是已經淹20年的梅子了 字幕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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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歡迎報告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では MUH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 kitten Strength good це payments 嘿來看一下 來看投資必修課 投資高股成ETF 少賺一千五百萬 零零五六零八七八零零一九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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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 好累 好多股票 高股成ETF 欸 商量哪一件事 我想問哪一件 我想問到底什麼事啊 什麼事 沒買的這件事 請教 沒買這件事當然沒有賺的 這句話不錯 欸 你很冷笑話 我跟大家講呢 我等一下請教三位分析師 我問他們是找哪一件事 或者有什麼看法 高谷CTF 請教第一位 玉樹林峰 風流替毯 可以快一點嗎 快一點 等一下 確定是你嗎 的金城武 還沒講嗎 的金城武 反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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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那邊那邊 何敬儀老師 號稱大師 新稱武的 要我想到一件事的話 其實 我覺得我過去在教學的時候 常常跟學生們講好就說 欸 跌下來的時候 記得要敢買ETF 就算你不敢買個股 你也買個ETF 但是說真的 跌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講好了 跌下來的時候都沒買 所以我覺得少了那件事 會不會不敢買這件事情 哎呦 就像Coco你剛剛講的 因為 你會發現 大家門心自問嘛 在那一天上個星期一 台子期跌停的那一天 這麼恐慌的時刻 大家有買ETF嗎 或者是你真的不敢買 你至少也少買一點點嘛 就是 比如說你有100萬就買個10萬 好像應該都沒有人有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講好 ETF就是一個很好的標的 然後他也可以幫你分散風險 大家到底敢不敢買 在最好的時間點 而不是每次都漲起來才問 老師那個可不可以買 這個可不可以買 每次都是漲高的時候才來買啊 對我在想是不是這個 不要漲高的時候才來買 對啊 好 就是想是不是這件事情 或者把他投資希望告訴大家 今天老師LINE一定要加 就是號稱 都不回家的男人 都不回家的男人 哇深夜12點 還看到他在公司加班 真的很扯 這看來你也是深夜12點在公司 對啊 你在公司幹嘛 對啊 實驗12點 對啊 欸 你也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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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要看誰垃圾亂丟 我要撿起來 因為有時候也是為了福利車想很晚啦 對啊 被發現啦 這不是重點啦 有時候只是剛好回去拿個東西而已啦 剛好遇到吉林老師啦 OK嗎 OK 記得 吉林老師 那個讓人要記得架一下 好不好 真的很恐怖的人 就是晚上都不回家 好不好 現在剛好是喔喔兩次 就遇到他兩次了 就遇到你了 那他應該可能每天都不回家啊 金老師再來要講一下 可見哲哲也是不回家 都不回家 大家都很認真啦 我覺得大家都很認真啦 我師父下百步 我剛好喔 應該次數比較多 第三 第二位分言師 那個就是帥氣 帥氣 股市 貴公子 貴公子 好不好 昆貞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好 我剛剛看一下 我覺得說 少這一件是我的想法 跟這個 GD老師的想法 我覺得就是少了賣出這件事 賣出 對因為如果有時候說沒有 賣在一個相對的位置 會變成說你賺了股息 但是卻賠掉價差 對 所以我覺得 適度的去逢高獲利出金ETF 可能會很重要 賣出 對賣出 老師不錯 老師有酪梨般的笑容 感覺要賣的時候 感覺股市都賣得很開心 就算賠錢都很開心 很開心 都很換賺錢 你有沒有聽過那什麼 你淺淺微笑就像烏梅之將 有耶 那你會唱嗎 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烏梅之將 聽起來 沒走音 聽起來沒有很甜的感覺 欸 肖安心嗎 唱給 昆文真老師 唱給昆文真老師 好 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烏梅之將 太油了啦 老師你喜歡哪一個呢 這個女生 這個是已經淹了20年的梅子了 淹了20年的梅子 淹了20年的梅子 哪個淹掉的淹 好啦沒事啦 對不對 坤老師的賴要記得加 五十個公子 通常同一個主題 老師的點閱率特別多 就帥氣啦好不好 除了帥氣以外還有專業 記得要加個賴 好不好 我們來看第三位老師 陳維泰老師你好 老師 朱江澤你好 請上台 告訴我們 上哪一件事 到底是哪一件事啊 上台一件事 四 五 六 七 上台一件 老師 請 好 請 是 是 我們來看一下 高股息ETF單道 高股息六大巨頭 六大巨頭 你看啊 歲月人數 00878 138萬人 跟台積電有的比 有拼 再來0056 112萬人 這個就是 就算沒有他 你也聽過他 是 940 94萬 然後後面呢 919 89萬 00929 88萬 哇 這個人數都是超級超級超級多的 比较少人 因為大家不喜歡 那個低波動 他喜歡刺激 看出來賞物覺得很刺激 現在很多 老師這不知道是你講的 現在很多把ETF當中股票來操作 有啊 有些人是這樣子做 把股票變成ETF操作 對 反而放得長長久久了 是 好 對 零到股利就走了 是 090 你前陣子就是受益人數大減 規模大減 就是因為零到股利不滿意啦 6%左右而已 不滿意啦 走了 走了 所以這規模就減少了 所以把ETF當中股票 把ETF當中股票來操作 有這樣對嗎 如果只是 每次都短進短出 好像不太好 還是不一定 見能見智 有時候覺得 不夠工錢吧 不夠工錢 不夠工錢 至少你要波動大一點 來個10% 20%再說啦 好不好 就像剛剛這個何老師所說的 ETF 如果你想要這個短進短出 要夠工錢 就真的就是要 大跌的時候就要去買 大跌像這一次大跌 對 你這不講還好 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 記錄現行 我看到00878 8月5號的時候 8月5號是21塊 現在多少 現在23塊多 23塊也就是10% 是不是 0056也是一樣 0056也是 某個10% 34塊 到現在多少 昨天到昨天 38塊 8到8月中 也是10% 哇 老師 這好像是沒錯 大跌的時候就有夠工錢 對 老師 不會搞乾 這些ETF 老師看一下 高股息ETF今年以來的績效 好 90你是賠的 對 剛剛說這個713 雖然說這個收益人數沒有很多 可是呢 今年以來 他的一個 績效表現卻是 No.1 今年以來的績效表現是高達18.8% OK 那麼第二名的是919 15.5% 第三名是878 11.1% 那麼這三檔高股 普及ETF都是今年以來 兩位數的7下好表現 那麼0056呢 稍微差一點點 頸椎在後9.5% 負華高科技 00929 7.9% 那只有00940目前看起來呢 還是一個負報酬率 負2.1% OK 那我想這個其實當然也是跟他在這個掛牌 跟發行的時候 位階在比較 比較歷史高檔 我覺得雖然占了蠻大的一個吃蠻大的虧啦 蠻大的虧 好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身不逢死 說他四個字 對 可是說身不逢死呢 就某種而言 基金收的是經理費 對 收的是管理費 經理費 所以說身不逢死嗎 不會喔 他戰績天時地利 看你要在誰的立場講話 就閃戶而言不開心 不滿意 可是就那個元大 就00940的經濟人 賺的是開開心心 好不好 這規模不要衰退太多就好了 所以怎麼看怎麼想 就看每個人想法不同 好不好 不過 畢竟規模很大 我們還是討論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好 所以高股息六巨頭比一比 這就是 大家 如果你想要去投資這個高股息六巨頭的話 可以從這邊的基本資料 去做一些基本的一個篩選 有50檔 30檔 50檔的 30檔也有40檔的 那基本上他們都是 挑這個市值啊 前150大 或者是前300大 這一些的 重點是他們的一個所謂的 現金指利率的一個要求 基本上 都算是在他們的選股裡面 算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個選股邏輯 那麼成分股調這次也很重要 那基本上大多數都是6月12月跟5月11月 5月11月 這都是在這個 時間點會去做一個 所謂換股的一個動作 他們都市值前150大或前300大 都現在是選機優股 不會選那種就是比較突兀 然後乾三四櫃的公司 或者說 重點是市值要比較大 比較 規模比較大的公司 規模比較大的理論上就比較不會那麼快 就垮台 那麼快就大幅虧損或下市 這也是為什麼說 我們剛剛講說 為什麼要在大跌的時候去買 因為這些這個所謂基優股 很少碰到大跌 對不對 就很少碰到大跌 大跌你更要買 對你這樣講沒錯 對 因為基優股很少碰到大跌 所以難得看到基優股大跌 但如果你不敢去買這些所謂的個股的話 那麼ETF 就是一個我們可以去做選擇的一個方向跟標點 好 謝謝老師 繼續看下去 福利是要回撤 投資人滿腦疑問 這回撤什麼東西 大跌是 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六大高股息ETF 其實他們的一個 這個年化的殖利率 其實這個9% 8% 10%左右 說真的其實沒有差太多 換句話說你怎麼選 其實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今天做了 很可能 這個10年之後 這個結果就大大的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大家對於投資高股息ETF 有什麼樣的疑問 首先第一個 投資高股息不就是為了穩定現金流嗎 幹嘛還要再投入 有些人就是為了要領這個 所謂每一季 或者每一個月的那個股息 他要去投投資高股息 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 高股息ETF的配息拿到該花掉嗎 還是要存起來再投入 這個是兩派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這個爭議的地方 那有人說 股息 再投入呢 這個績效差距會很大 真的嗎 真的嗎 今天呢 福利社就來幫大家 做一個回測 看看到底 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把股息再投入的話 可能10年後 20年後 30年之後 這個報酬率啊 會差很多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差很多 回測一下 我們來看就是大家這個最熟悉的兩檔 0056跟00878 就是剛剛最老的兩檔 社會人數比較多的兩檔 也比較老嘛對不對 對對對 00878四年已經算老了 因為最近這幾年高股息ETF是最近才一直狂發 是 大家發現到 不錯高股息ETF 講高股息大家都很嗨 嗯 是您說 來 好 我們就是回測0056跟00878 那麼0056從2007年12月在上市以來去開始做回測 那878是從2020年7月份開始 這個去做一個回測 都是他們上市以來的一個 開始回測 對 然後回測方式有兩種 愛要及時 對 老師你屬於愛要及時的 還是屬於勤儉持家的 你猜 我猜哦 你是浪子啊 愛要及時啊 對 你好瞭解我 愛要及時 你沒錯 你是我在當下的 老師你不要看老師 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勤儉持家 沒有 這樣講 這樣好像沒有加分哦 老師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 看起來道貌暗然 對對對 其實是一關禽獸 是浪子 一關禽獸 你要這樣講我怎麼可以否認 沒有 就是你是浪子啦 看起來好像是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看起來真的是 不要說道貌暗然 看起來就是 忠厚老師 對 看起來忠厚老師 我看起來一關禽獸 死責道貌暗然 這樣切起來也沒比較好 沒有啦 好啦老師不要生氣啦 老師看起來是浪子啦 感覺你是比較有自熱心啦 對不對 好 講多不好笑 你自己先開笑 要變不講了 好啦好啦 老師沒關係啦 你們不要介意就好 好 這扯遠的啦 對 像我個人其實是 屬於愛要及時行 就是鼓勵拿到就要拿來消費 你真的會好 你真的不會 對 雖然明知道這個理論上 好像愛要及時是不對的 可是你就想跳費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 如果說要長期投資一檔股票 其實很多人 Bi Bi在哪裡 Bi在他沒有持續的投入 沒有持續的一個扣款 可是 可是我們都有時候會遇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對嘛 對啊 所以我其實說 為了要讓自己 持續的做這件事 一定要覺得做這件事很開心 要feedback 對 就是你要我定時定位扣 沒關係 可是鼓勵拿到 我還是要 靠賞自己 強迫自己消費 有有有有 有時候我賺到錢 我還是會強迫自己消費 對啊 花錢 不然真的會悶 對我們來說只是數字而已 對 所以我可以體解 為什麼昆蓁老師 他會想要換大局 經理老師 也是要一台賓士 就是 都是不得已的 講不得已有點誇張 就是要平衡自己的壓力 會員比較多 因為自己很辛苦嘛 辛苦工作嘛 然後浩賞 愛要即使就是鼓勵 鼓勵就直接拿來了 對不對 拿出來 鼓勵直接拿來消費了 對 勤儉持家是再投資 對 好來 鼓勵拿到再投入 不過股市就要反能性 看一下老師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00878 李德席如果 有在投入跟沒有在投入 他的差別在哪邊 我們用這個 100萬 當做這個初始資金 然後呢 假設呢 用回測去看的話 哎 價差 當時的獲利是39.1萬 那麼股息收入是31.9萬 那麼最終的資產規模是171.1萬 那報酬率是71.1% 那你看報酬率是10.4% OK 這是沒有在投入的哦 好 那如果說有在投入的話呢 哎 同樣的開始資金是100萬 最終的資產是187.9萬 就是87.9% 就算是屬於什麼 大幅度的一個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那你問報酬率呢 就17.1% 算是 明顯的 優於剛剛的所謂的這個 愛要及時期 所以如果從878來看 的確我們看到就是 股息在投入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啊 從他成立以來到現在 的確是 股力在投入所獲得的這個報酬率 會是比較高的 哇真的哦 所以還是要勤儉才能吃價賺錢啊 可是如果就一個feedback 有時候要feedback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要跑跑步 你不能說你真的一下子要跑10公里 你一開始要規定自己可能跑3公里 你要讓自己喝水休息一下 是 你才能持續啊 所以有時候就心裡面來講的話 雖然這個是很變態 大家都知道我跑步都不休息 是對的 可是你有時候讓自己休息喝個水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所以也沒什麼不好 對 我們看一下 來看下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 156 看起來也是這樣 是不是也是勤儉持家還是賺大錢 對 要及時期呢 用剛剛的條件去看的話 他的這個最終的資產規模是247.1萬 那你又要報酬率是5.6% 那如果說呢 股力在投入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股力在投入呢 最終資產規模是來到370.5萬 報酬率270.5% 年化報酬率8.3% 所以其實看起來也是一樣 不管是0056 或者是00878 都是屬於股力在投入之後的 這個年化報酬率的表現 會是比較好的 好 謝謝老師 來美女有問題 好 老師 如果我也是愛要及時行的 我可以在股票大跌的時候 再加碼 會不會也不錯呢 沒有錯 如果說是股票 在大跌的時候就加碼 就剛剛一開始所說的 尤其是這種高股息貼幅 我最好的買點 就是在他這個大跌的時候 因為這些所謂的機油股 等到行情一旦持穩 都是反彈這些好的股票嘛 那你可能呢 你的這些高股息貼幅呢 就可以賺到價差 也可以賺到股息收入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0056為例 少做一件事 40年後 恐差 1543萬 好 老師 這個愛也太沉重了吧 好沉重喔 對啊 你要縮一結實 40年嗎 你這講沒錯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必要 但是 我就說 你拿到股息之後 當然 我們折中嘛 拿到股利之後 大跌的時候 齊醒自己 部分消費部分可以投資 對 不要也不要 如果你的股息拿到之後 你一半再投入 一半拿來消費 可是不要全部都消費也不好 對 這樣就 比較符合人性 除非你只領幾百元的股利 好不好 對不對 因為現在只買一兩張 老師你說 所以40年後 老師你看一下 來 16 來看 未投入的 885萬 對 有投入的 哇 就差了 40年後的樣 1543萬 我跟你講 這個 我還是建議要投入 除非 你現在已經80歲了 那算了 好不好 因為40年後 很難熬 40歲還來得及 50歲也不建議 可以可以 所以大家可以回到120歲了 那你 都假暴力啊 不是 如果那時候你不好意思 就覺得自己身體變差了 有狀況的 那就趕快終止這個遊戲了 好不好 趕快終止這個項目測試了 好不好 就安要及時 對 愛要及時 其實行樂 這是40年啦 不要說是20年就有差啦 20年也差195萬啦 0056有20年啦 對 沒有沒有 台灣50還20年 0056大概 17年左右 所以差不多100多萬 是沒錯吧對不對 對 1717年 可是也差100多萬 也是錢嗎 也是錢哦 然後投入100萬 投入100萬差 欸 可是差 可是我覺得 投入100萬是一個是 變兩倍跟一個變 五倍的差別 差一個股本 一個變三倍 一個變五倍 差 差兩個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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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兩個股本耶 好像蠻多的 感覺還是要忍耐一下 我覺得就是你講的折衷 折衷 消費 一定要消費 不要太委屈自己 然後不要太委屈自己 不然沒意思啦 你20年 你都不知道你20年 投資是為了讓自己生活過得更好 那結果你投資了半天 結果什麼都不敢花 我以前真的是這樣子 你講人生道理 真的 我以前就真的這樣子 什麼都不敢花 跟女朋友出去 也什麼都不敢買 不太敢吃 那錢都省下幹嘛 買股票 結果買完了就輸了 就輸了 就輸過了 然後女朋友也跑掉了 何必呢 千萬不要這樣 那就輸 對 用錢輸他 是不是 輸到他開心 我沒有這麼講 是說 如果那時候 這至少彼此開心嘛 對啦 至少開心嘛 是不是好不好 很多老公都講 Happy Wife Happy Life 有快樂的老婆 就快樂的家庭 所以 所以應該要砸錢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即時行的 雖然我們結論是 要告訴你 不要即時行的 理論上 就是數字算出來 其實是要 這個再投入 對 但是我們就比較符合人性 對 我們講實物上 符合人性比較可以持久 對 比較持久 折衷一點 就會 有時候呢 偶爾犒賞自己一下 就這個都是 蠻不錯的 那如果說 你真的就最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需求 想要滿足自己的話 那就再投入啊 反正你剛剛數字看到 10年 20年 或30年 40年 那個價格差了非常非常多 或許10年之後 20年之後 回頭看看 你會感謝現在的你所做的決定 是啊 你真的假的他沒有錯 你看40年有資產差了1543萬 差15倍 差15個資本額 謝老師有學到這些東西 我學到了 嫦娥你有學到嗎 學到了 愛要即時 你學到了嗎 學到了啊 我是女娃 差點被騙 女娃補貼 欸 基地老師 怎麼樣 你屬於愛要即時 還是爛指的回頭 我想到40年 我還是愛要即時好了 40年真的太久了 那20年願意不願意 比如說這20年再投入 20年我覺得是可以啊 那所以我覺得是 你鼓勵 鼓勵再投資 可以嗎 可以 我覺得可以 但是如果是40年的話 我都不知道40年後 還在不在 20年 好 對啊 那你比較傾向於就是 20年還是說 一半鼓勵投資 然後一半鼓勵拿來 feedback來回饋自己 一半鼓勵讓 happy wife 一下 讓我能有 happy life 你們兩個現在都 如履薄冰了 對啊 你不是在跟我講嗎 都是分長睡的啊 同床異夢 同床異夢啊 碰到手還覺得 欸怪怪的 對啊 睡不著啊 沒辦法 好不好 各有各的生活 給自己一點空間 也給大家的錢 一點空間 不是比較好嗎 我們扯到家庭的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你講鼓勵都沒有激動 好不好 不要激動 好開玩笑的 就是 還是可以貢獻給家人 可以 就開玩笑的 好 坤正老師怎麼看 呃 我覺得說如果說我個人的話 我會 即時行樂 愛要即時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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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不是啊 從我認識你第一天 你就是比誰要即時行樂 對啊 你是幾秒行樂 不是我是 個人是一半一半啊 一半一半沒有人相信 欸 我自己是 看著鏡頭相信嗎 我自己是愛要即時 另外一半要勤儉持家 沒有啊 他有換頭 搖頭了 太好笑耶 雙標仔 不是你沒聽他講的話 他說他是愛要即時 他說他都有 他是愛要即時 然後另外一半要勤儉持家 對 真的是不錯 雙標仔啦 雙標仔 你看他把雙標仔講多好聽 有沒有 你聽得懂嗎 這對 對不對 這聽得懂嗎 就是那種可能 可能不小心家暴人家的 你看 你看我疼不疼你 疼啦 那是那種的 那是那種的 渣男言論 不過 坤老師應該不會對人家太暴力啦 不會啦 我剛剛沒講完 我覺得說因為 40年他要考慮到通膨 所以我覺得乾脆就直接把他花掉 我個人啦 我以為他說40年要考慮後花很多人 對 他會通膨 通膨 對對對 真的忍一下 你真的假的沒錯 那我們今天要做這單元幹什麼 就知道你做了自己一下 不是 事實上是你能忍住就忍 不能忍住 該花就花 因為投資還是要考慮到心裡面 考慮到你自己 因為你不是機器人 像哲哲是蠻能忍的喔 對 我如果是這樣子我知道 我又缺錢的話 我是可以照做的喔 可是 每個人相同不同 可是在壓力太大的時候 該買就買 該消費就消費 因為 投資最重要目的就是讓自己開心 不是嗎 是啊 對不對 記得 所以這個今天有學到東西了 好不好 今天笑的蠻開心的喔 所以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欸歡迎贊助我們 怎麼贊助 按贊旁邊有什麼 超級感謝 超級感謝 你都 10塊 100塊 1000塊 10塊都可以 我們都開心 贊助我們都開心 因為我們沒有業配 我們 拿什麼 拿鼓勵來贊助我們 拿一切鼓勵來贊助我們 對對對 100塊 好好好 什麼鼓勵 喔鼓勵喔 我也說是鼓勵 要鼓勵來贊助嘛 OK 如果 因為我們節目讓你賺到錢 當然贊助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業配 沒有 喔 我們 所以沒有其他收入來源 每年製作費也是一兩千萬以上 都謝謝大家啦 好不好 謝謝 每週週晚間幫你上線 一上午解開影片 二次教訓影片 專案之況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 福利社 爛年財富 F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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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局 大力 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賣遊戲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這期 瘋狂股市 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福利家 二月一周 創大谷 閃先 到 開始想 打 瘋狂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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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你先告訴我 我先看到我好看 你先看到我好看 我先看到我好看 我看空 瞬瞎秋冬 都有 我跟你左右 賣酒本 賣這套 挑一之前 要考慮這期 狂狂股市 不理 設定先告訴你 這要打動什麼來的對不對 最最高 稍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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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走啊 二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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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儘管投顧薪資第014號 本公司已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補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